大陸防火象居然出现爆裂物 还是一颗外形大小跟手掌 一样大的手榴弹 吓坏居迷 一端留有隐信 内部已有填充火药及其他物品 原来是警戒人员打扫 从水管底下扫除嫌犯藏的爆裂物 一扫出来居然是一颗手榴弹 上面不但有隐信 里头还有火药 警方随后调阅监视器 发现两名男子下车之后行为鬼祟 其中一个人走进防火象 就是在藏手榴弹 原来两个人是药头跟药脚关系 藏好之后才放心走出巷子 警方锁定嫌犯身份逮捕朱星药头 还在他身上搜出随身的瓦斯钢瓶空气枪 跟开山刀一把 他说把这些火药枪炮带在身上要防身 又怕手榴弹随身携带危险 才会把东西藏在药脚柱的大楼底下 警方还查出两个人除了随身毒品 枪炮火药外还有切刀跟毒品通气 这手榴弹火药杀伤力如何 又是从何而来 目前交由刑事局见识 进一步厘清 记者红夫人林志慧高雄报导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漏街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